今天拍這支影片的用意是要說說草莓EC值和PH值的問題 這三顆草莓裡頭兩顆PH值正常一顆稍減 但重點是三顆的EC值都是嚇死人的高 尤其是中間那一顆近破萬,PH值也稍減 這幾天覺得它們的葉子越來越怪 一驗EC值和PH值竟讓我大為吃驚 自己照著念,自己舊 介質當初都有測過EC值和PH值 因此排除介質的問題 用RO逆滲透過濾水1500CC20幾瓶狂冠 隔天終於看到冒出心芽啦 驚艷,感動 這顆就整個重新活過來啦 它的走晶還留著,越發翠綠漂亮 另外這一顆狀況還不算太好 中間的心芽還不夠漂亮 EC值應該還是太高 有空還會再測試 先不停的澆灌RO水,急救再說 我其他的草莓是沒有狀況的 就那三盆被我過度施肥了吧 建議各位,草莓有狀況時 先測EC值和PH值 它們不見得是得病了 畢竟現在草莓品種太多 各地氣候又不相同 善用儀器是有幫助的 測完PH值之後 一定還要再測EC值 PH值正常不代表草莓正常 而且一定會活 將以上自己的經驗給各位草莓朋友參考 謝謝各位今天的觀看 我們下部影片見